都是你 都是你抢走的林乔 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和林乔分开的 跟他分开 不行 你把林乔放开我 放开我 你冷静一点 朱实话 我自己是都不欠你的了 那你再报复我对不对 你说 你冷静点好吗 朱实话 你冷静点好吗 我冷静 你让我等一会 林乔 这个人因为是你 要是换走别人 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现在就是他 是他让你蒙蔽了双眼 你就可以这样对我上了 林乔 你把林乔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回来啊 朱实话 林乔 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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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朱实 朱实 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 就是呛了口水 一会儿就醒过来了 放心吧 你看你都湿透了 赶紧找个地方把衣服换了吧 好 严颂 阿姨您好 阿姨 你怎么能直接打人呢 你问问她 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这不关宋颂的事 不关她的事 不关她的事 我们家苏琪 可以平白无故地要的狐狸 我告诉你 苏琪要是有三长两短 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阿姨 你也不能不讲理啊 你说谁不讲理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说谁不讲理 阿姨 来 苏琪他妈 苏琪他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一见面就打人呢 老李 你进来就问我的不是 林乔 这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 他不能直接打人啊 我打人怎么了 你躲在后面干什么 出来 你别说了 别说了 快去看看苏琪吧 我告诉你们 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事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让开 你不认识 真是的 林乔 林乔 你这是怎么了 林乔 您这是怎么了 医生 医生 林乔 老王 林总 林乔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 暂时没什么问题 只是救人的时候 着了一点凉 有点发烧 那就好 那就好啊 不过 我的意思还是给他做个仔细的检查 这样我们大家都放心一些 也好 就按你说的办吧 走吧 你好 送送送送送 你醒了 送送 都希望 你每次醒来的时候 第一个看到就是你 你到底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就晕倒了呢 没事 就是天气太凉 跳水的时候 我估计凉着了 放心吧 没事就好 吓死我了 你饿不 要不要喝点水 我先帮你倒点水吧 送送 陪我坐一会儿 走 苏苏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我肯定会陪着你啊 多久 肯定到你完全好了呀 我觉得不够 什么意思啊 我要的是永远 走吧 走吧 我怎么会跟这么蠢的女人合作啊 总裁消息 女人太容易情绪化了 现在她跟林乔没戏了 林轩的态度肯定也会有转变的 现在苏小姐 真的是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那现在怎么办 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 秦莫不走了 张帆天天盯着我们查 迟早有一天她会查到秦莫的 总裁 其实也没有这么悲观 我倒是看到了一个机会 说 这个我们还要感谢苏小姐呢 为什么 您还记得 我们找人帮苏小姐伪造的DNA检测报告吗 秦莫从一开始就认为 严颂是她的妻子 严朗是她的儿子 而且严颂从来都没有说过 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秦莫的话 那么这个孩子其实应该姓陈 他也有权继承 陈兵被托管在基金里的股份 总裁 只要把这个严颂搞定就好 你脑子是不是进手了 林乔和严颂刚刚在一起 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搞定严颂我 说 你以后要是再给我出这种搜主意的话 我把你扔进水里去 是 总裁 滚 但是要是再给你 人家的事情 可不可以 你如果要是什么 你没事不不不才能打算 254 干吗 没看见我在干活啊 抱着这一个 喂着这两个 我很辛苦的 你是在干活 你就是要看杂志喝咖啡 都怪你个严颂 自己跑出去跟那个林乔 亲亲我我的 还得我在这忙里忙外 累死我了 累死了什么 我在里面给狗洗澡 你那这 跑了跑了 快点 走边 拿 拿 快点 放那边来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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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小的时候抬起头 就能看到满天的星星 那时候 会感觉到很幸福 现在城市里面 真是难得一见这样的星星 是啊 那种幸福感也找不到了 想去看星星吗 想啊 那我们就去 你个老家 我也看看 他长大的地方 我去不了 我要照顾阎朗呢 秦某已经答应我了 他会替我们 照顾阎朗几天 那也不行啊 我还有宠物店的工作要做 交给周月月就行了吗 这不合适吧 好啊 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了 我换个心情 我们一起去你的老家 走一走 看一看 3 五分钟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